安波足球快训 2021年2月3日 利物浦主场拒绝送礼 周四凌晨 英超迎来一场精彩好戏 布莱顿将做客宴飞路球场挑战利物浦 红军连续二轮轻取对手 一扫此前低迷的状态 此番一失主场对阵手下败将布莱顿 双方近期交锋 海鸥几乎全败 利物浦旺在天三分 另外 大家可以进入M直播 观看本场比赛的赛事直播 在度过去年末至上月末的一段瓶颈期之后 利物浦逐渐找到射门感觉 近三场各项赛事合计攻入八球 其中沙拿两次完成没开二度 饱受争议的费明奴也取得破门 球员状态的回暖 固然令克洛普在排兵部阵上更有信心 最值得关注的是 利物浦一度在墨有中后球员可以使用的情况下 在东窗关闭前 连续收获B.戴维斯和O.卡巴克 伴随住接近复出的替费宾奴 报道称 此子最快在本月中复出 可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克洛普不愁在这个位置上无人可用 不得不说 一度调出英超前三甲的利物浦相当坚强 客场面对热刺毫无畏惧 以3比1取胜 紧接着对阵近况不俗的黑马西汉姆贤 又以3比1获胜 连续取胜极大鼓舞 队内整体士气 更加有力的是 燕飞路球场一直是利物浦的福地 赛季至今 实战取得七胜二合一负 胜率达到七成 要不是上个英超主场被搬来爆冷 他们就是英超唯一一支主场不败的球队 此番迎战手下败将布莱顿 利物浦主场称雄在即 阵容方面 后卫马迪浦 云迪克和前锋迪奥高祖达等人因伤缺阵 平级托沙特射入全场唯一进球 布莱顿爆冷击败了热刺 半成过后终于迎来英超主场首胜 赛后 许多媒体和球迷开始批评摩连奴 当然 这些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 重点来看看布莱顿如何爆冷击败热刺的 这一场比赛 布莱顿全场共有19次成功拦截 16次射门 而热刺则是13次成功拦截 8次射门 并且后者控球率还占有优势 可以说海鸥在赛前准备上更加重视 而且 许多人都看到了布莱顿是保足球队 但是却忽视了他们的实力 海鸥从不惧怕硬仗 而且越是踢墙队 越是来劲 从本赛季布莱顿的表现就能看出来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 利物浦一直以来是布莱顿的最大客星 要知道在过往九次交锋中后者 仅有一盒八负未尝胜计 其中四次做客全败 可见海鸥预线利物浦 堪称老鼠预线猫 即便布莱顿最近四场各项赛事 斩获三胜一合 状态稳中有声 但此番要想从燕菲路球场拿到分数 应该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 阵容方面 前锋为必客和查汉巴叔等人因伤缺阵 还有门将 据史迪尼因个人原因无法出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期待与你相会 请关注我们专业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